今天呢又是女孩们最爱的主题 包包 今天呢想跟你们分享四款 第一支呢是这个 这个呢如果有看我穿搭视频的女孩可能知道 她在我的视频当中出镜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觉得她是一个搭配性可塑性非常高的一个包包 我大概已经用了有一年多了 给你们看一下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已经用出了这种包浆效果 那其实像这种本身就很有复古感的包包呢 就一定要用到你自己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 做就感才是最好看的状态 我觉得这支包就是很典型的 越背越好看 越背越耐看的那种 它如果是在冬天搭配卡其色奶茶色系的话呢 也会很好看 但你看我像这样搭配这种粉红色系 这个包也是特别的绝 因为它整个包身又很软 然后自重也很轻便 所以它呢很适合我们通勤上班 那这支包呢是可以有两种背法 一个是侧背 如果说你是跟我一样的小个子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打一个小结 这支侧背的话呢 其实就是有这种很随意的感觉 感觉我今天这套就还蛮好看的耶 第二支呢是这一支 很可爱有没有 这支真的太乖了 而且这支包包的名字就特别的符合它的形象 叫奶酪包 尤其是这半边的这一点拐角处 真的是设计的太恰到好处了 不会忍不住想起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像这支包包呢是法棍包 它的容量呢也是很可观的 而且我是真的很喜欢它的这种颜色 我就是一个一年四季都特别喜欢亮色系的人 这种一个亮亮的颜色 也会很好的让你整个穿搭多点色彩 穿那种乳白色的毛衣 再搭配一支黄包包 再穿一双毛茸茸的靴子或那种毛拖鞋 肯定特别好看 这支的皮质呢其实还是会比较硬挺的 但是它的侧面其实空间是很足够的 一本满足我日常的一个通勤需求 你把这个翻上去 这个小圆圈呢它还是这种镂空的 这是第三支 第三支更可爱了有没有 它就这么一点点 像这种容量很小的包包 不会经常出现在我的包柜里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讲究实用性的人 但是我实在是敌不过它的美貌 我作为一个特别喜欢彩色系单瓶的人来说 真的太难拒绝这个颜色跟这个包型了 它这个包的名字叫做盆栽包 看它的这个包型设计 是不是真的还挺像一个小花盆的 这支包呢就属于随意的挂在身上 就很好看的一支包包 可以装一下我的车钥匙口红和补妆的一些东西 就是除了手机基本上还是其他的东西能放下的 它的皮质呢也是比较硬挺的 像这样的一个皮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弧形 然后里面呢做的是一个抽绳的设计 所以你也不用怕掉东西什么的 拉就好了 那它有好几种背法 那就是刚刚我一直挂在手上的这种 或者你可以提在手上的这种 上第二个链子的话呢 还可以实现侧背 比如说侧背的话呢 这个大小跟这个长度 对于小个子来说的话呢 也是刚刚好的 就不用担心它太长什么的 看这个绳子的话呢 你也还可以再自己挑短 打个截什么的就好了 然后这个链子换一种玩法的话呢 还可以做成单肩包 最后一只呢 又回归到我们的棕色系 这个巧克力色棕色跟一个奶白色 这样的一个组合 风情的效果真的是做得特别精致 看见了没有 而且也会是这种随着光啊 然后角度的变化 会有一点变化的这种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 有质感的一只包包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 万花筒的感觉 这只包呢也是有肩带的 它是可以把它侧背在身上 但是那个肩带我刚好昨天是 因为是把手拿出去的 我觉得就是拿出去 不会撞款的一只包包 其实颜色很出挑 或者款式很出挑的包包呢 可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让我们的视线呢会比较上瘾一点 尤其是被单肩的时候 这样也能够呢会比较好的修饰我们小个子 在穿大衣的时候的 整个人的一个身高比例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我个人在秋中选包包的一个喜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